这番棋讲解是棋锋对手降雨两采 1981年的冠军邀请赛 红方是杨冠林 黑方是胡荣华 开局是顺炮 直居对战缓开局 那么双方斗了将近半辈子 可以说杨冠林已经看清楚了胡荣华的套路 这次还想骗 根本行不通 黑方进炮之后 红方上马 黑方打掉 之前这个棋胡荣华 用这个棋赢过傅光明 当时傅光明走的是炮八品棋 本局的话 杨冠林改进为出局 看似你可以牵制我 实则我金炮把你飓风在家里 所以这个改进就非常积极了 还有威胁中路 所以黑方稳健的招法就是捕士 慢慢去下 但是黑方不甘心 掌局还想去骗红方 红方也就简单踩掉 那么你踩掉我打你一将 跟你杀回头 这儿黑方他不甘心事先 就砍掉 形成一个一局换双 这儿的话就是要抢速度 下一步要踩马 红方兵武精英 大局管非常强 这儿黑方不能打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打 他就不格式 你上马这个速度就慢了 你就只能飞向再上马 他马上退局就可以捉你的炮 你虽然可以进足 人家选择飞向 这儿你就算上这个马也没用 他顶住你了 下一招期把你的足向掉 还有围你 那么这个棋反而不利 所以这个棋为了抢速度 黑方顾不上持兵 快马下边先进去 红方先打掉 因为这个棋 他下一步有一个炮腿很厉害 所以你得把它吃掉 接下来这棋呢 红方也就上马 黑方这时候平拘出来 准备了进去捉 欺负一下对方 这儿的话 红方就抢先来出黑方 现在黑方也不好去躲 就进去交换 那如果简单交换的话 黑方拘马炮 红方想赢这个棋也难 所以杨冠林选择是回马 先踩炮 这边呢还持着马 黑方就只能退一步 避其锋马 他希望骗对方 你这里飞个巷的话 我打一将就把你据仇了 所以到这儿想骗对方 那么杨冠林肯定不上当 他选择的招法是只管吃 你要是敢打我中兵 我就把你马吃掉 那么到这儿你想吃 还来不及 他踩你 所以你不能长桌呀 最终的话 划了这个棋 黑方就马出现棋 这儿呢 准备来一个采锯 打底相 红方也不管这么多 我就抓你的马 黑方打了一将 这里 捕试 现在吃着马也就退 接下来这棋呢 红方拒二平四 那么对方再逼回来 就更加放心了 那么这儿 连环马 因为你回到中路 他冰五金呀 那么这个马终于被赶走了 红方赶快上来 准备采炮 黑方就平了一步 准备平鞠过来 继续威胁 那么红方这个棋啊 选择禁鞠 就不让你过 人多欺负人少 那么黑方只好退一步 准备吃兵 找一会儿再过足纠缠 红方冲 黑方这儿的话 他选择的招法是 鞠四平五 希望把这个兵赶走 然后呢 这个平鞠过来 就要追马 这儿啊 红方看住了 黑方 鞠八金一 还是要鞠八平七 那么红方就平鞠 把对方马压住 那么你直接平的话 这个棋啊 将来下去将谈对局 其实没啥用处 黑方的话 到这里 眼看没棋 就退了一步 红方正常 也就飞向 黑方平炮意思 是把鞠赶走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就简单吃 不跟你纠缠 黑方往里切 现在这个马 他选择一个退回 踩炮 这是骗招 你看似于将把马吃了 其实你将它可以对局啊 一旦把鞠换掉 又鞠啥无� 所以呢 黑方不敢 平炮 这儿红方再调局过来去吃 这个马就只有退了 很痛苦啊 现在你三子还杀不进去 他先来一步啊 威胁你 这儿选择一个捕士 然后就盯住你 随时退局要抓死炮 这个棋套路很厉害啊 那么眼看要赤子 怎么办呢 黑方也不管啊 他选择是上马 那么你抓炮 他其实可以平一步 暂时问题不大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又抓了一步 其实呢 这里有一个小陷阱 就是你现在抓 这个鞠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看似好像一对局 把对方吃掉了 其实呢 他对完之后 反而把你鞠踩了 即便你可以把马吃回 但是仍然黑方多子 所以这里啊 踩着鞠 你根本不敢这么下 那么这儿的话 阳光临一看啊 想对局欺负他不行 那就平鞠欺负他 这里退回之后呢 选择啊 把这个鞠拼过来 那么这儿 黑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是进边族 想继续啊 威胁对方 这儿 红方就退回了 先抓马 黑方小足一过 啊 这个鞠再退 他的意思是我晃你一下 用相把足吃掉 然后再围马 即便还吃着炮 看你怎么走 黑方还是想骗对方 啊 你敢对局 我对完之后就踩你局 但是人家这里啊 不管你 先向掉 下一步棋 双鞠要抢你的马 黑方这个马痛苦呀 只好 原路返回啊 上去去看 结果呢 这个棋啊 就围住 这儿就上 围住以后呢 他这时候再给你去对 啊 那么现在你不对的话 就丢 所以这个棋也是尴尬啊 那对掉之后 等着输了呀 所以呢 红荣华不肯啊 他试图呢 骗你吃一个 杀一将 有一个鞠炮底线 抽杀 这样的话 鞠马炮还是有一些反击手段 红方不给他机会啊 马一进三啊 你将可以啊 我这边呢 可以选择落势 你再将哪怕我上老将啊 就行 反正我现在吃着马 就要得子 眼看有狮子啊 黑方也只能说是将来去看看吧 那么你炮江 他上来确实没骑啊 然后的话 这个棋怎么办呢 关键是这个棋啊 他还不需要上来 他捕食可能更好 一般情况下 是要上将的啊 但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踩着鞠 所以这棋尴尬啊 你要是吃他的话 他只得吃掉啊 瞬间就可以吃光 下不抓司马 所以这个棋痛苦呀 那么看着这个棋啊 你将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他吃着马 这边还得着子 你就好像跑不了呀 黑方就走的一步马 七星六 他说干什么呢 骗对方一下 你一吃 我抽你狮 那么这些叫杀 太狠了 到这儿呢 这个棋啊 你吃泡也不行 他抽狮了 所以眼看叫杀抽狮 那你现在捕食也不行 捕食他可能就是 闷一僵啊 这儿啊 就给你换掉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棋 方案才去的话 他将来牵住你 下不一采狮 反而还要得子 所以这个棋 套路很深呀 就算红方选择落实啊 这儿给他踩一脚 他闪开 至少你说 你不丢子 但是就这个棋而言 那黑方也会有纠缠的机会 所以红方虽然人多啊 但是这个象还是有问题 那么临场的话 这个象一丢啊 这边还是会被利用一下 这儿就等于说 给了他机会 所以呢 红方在这个局面下 也是一个考验 到底怎么下呢 到这里啊 他选择是退狮 直接吃掉了 这步棋呢 看着精妙 吃的是个假棋啊 因为你打掉之后 他把局给踩了 所以到这里啊 胡仁华只好认输 两官您获胜 就算了 就算了